雖說很多朋友都試過做果酸療程 我自己也試過的 但可能因為我本身是敏感性肌膚 所以做完果酸之後 很多時候皮膚都會泛紅敏感 還有會有這個灼熱的感覺 所以一直都很想找到一些 做到果酸效果之餘 又不刺激皮膚的產品 之後就給我發現了 這隻收毛孔活膚美白精華 它有三大功效 除了可以美白去斑 溶解黑頭粉刺之外 亦可以增生骨膠圓 去緊致肌膚 我用了大概兩三天 已經看到鼻上的黑頭粉刺已經溶解了 現在大概用了一個星期一 已經看到鼻子和下巴的位置 全部是光滑了 沒有黑頭粉刺 鼻子是反光的 就是這樣 它的用法我一般都是 當它是普通的精華 這樣塗 但是有時候 可能每隔兩三天 我都會當它是一個家居面膜 用的 就是把精華擠進化妝棉 然後再敷在額頭 鼻子 或者下巴位置 都做到一個很好的保濕 和溶解黑頭的效果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 皮膚可能比較乾 或者敏感性肌膚 但又想去黑頭 或者做一些果酸的效果 那我就很推薦這隻產品給大家 再次敏感 你讓我們一起洗澡 蘋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